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香港征战世界女排联赛 眼下已经打败保加利亚女排 后续将会迎战德国女排这些对手 考虑到中国女排正在争夺奥运门票 目前关于朱婷下一场比赛 到底要不要首发的问题 在网上引发不少的争议 有些球迷认为 中国女排想要保险拿到胜利 就应该让朱婷首发 但有些球迷又认为 中国女排已经掌握主动权 德国女排又不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 完全可以安排年轻球员上去练兵 让朱婷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到底朱婷该不该首发 以及中国女排接下来的走势如何 不妨听一下业内人士的具体评价和看法 首先看到从澳门站的比赛 到本次香港站的比赛 李盈莹和王媛媛这两位主力 都特别在采访中点名肯定朱婷 提到她的重要性 首先之前李盈莹在澳门站的比赛中 接受媒体的采访 重点提到朱婷和自己的配合非常默契 朱姐的回归 让自己打得更有底气 更有信心 表现非常好 看得出来 李盈莹重点肯定了朱婷对球队的作用 如果两人搭档首发 肯定可以拿下德国女排 另外一方面 王媛媛在结束对阵保加利亚女排 那场比赛后 也重点提到朱姐 王媛媛认为 朱婷的回归 对于整个球队来说 最重要就是稳定军心 只要朱婷上场 大家都觉得更加安心 会更加有信心 很明显 对于中国女排这些首发主攻来说 朱婷就是球队的定海神针 所以接下来 朱婷首发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关键就看教练组怎么样安排而已 当然了 有些球迷可能会比较在意 朱婷的首发问题 估计也是认为 朱婷之前太久没有上场 接下来就应该继续首发 得到更多的表现机会 只有这样 朱婷的地位才可以得到认可 然而实际上 在之前狼平带队的时候 他就曾经针对 所谓首发替补的问题 做出解释 说出大实话 狼平当时认为 在中国女排队伍里面 根本就不存在首发和替补之分 只是各自的任务不一样而已 从狼平这番话能够得知 不管是替补 还是首发球员 都是球队战术的一环 最终的目的是 为了中国女排取得胜利 进军奥运会 对于主教练 蔡婷来说 如今面临的处境 应该是比较尴尬的 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在打败保加利亚女排之后 蔡婷曾经夸下海口说 接下来会让朱婷继续首发 其实她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朱婷首发搭档其他王牌 打败德国女排 拿到奥运门票肯定没问题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违背球迷 想要锻炼年轻球员的初衷 所以对于蔡婷来说 接下来是兑现承诺 还是把更多的机会 给到年轻球员 这是个两难选择